早前透露有多个新片拍摄计划的何超仪 这天就拉着老公陈子聪 国际知名导演Mike Fegas 以及金燕玲等一众演员出席新戏开进仪式 这次的制作没有想到那么庞大了 我们在美国认识了一个小说作家 然后呢他跟我们成为了朋友了 那最后呢他就听过我很多很多的笑话故事 我们都在沟通了好几天以后 他说OK我会想到 我会想到 我会想到一个可以把我的心灵安静的故事 来让我们去制作还有去演 把我那个burden很快就放下了 然后呢我们就写了一个那么好的剧本 那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能请到他 然后最后得到剧本以后怎么办呢 谁可以导一部这么dark 这很黑暗的电影 那最后呢我就有人我的经理人他说不如我们去想你的老朋友Mike Fegas 因为他是真的有一手 好厉害 超一孩透露这次的角色是他从你以来最大的挑战 这一次的角色是我一生中最难能可贵的角色 这非常有挑战性 连我自己演到还是演不到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会经历先把剧本 老早已经把剧本念好了 在疫情下制作单位为了确保新戏台前幕后人员身体健康 他们都做足防疫措施 导演呢他有一个美国演员导演工会的合约 所以呢我们香港这边来请他呢 我们一定要make sure导演是肯定不会有疫情的回到英国 所以我们天天有一个故事 无论我们做fitting在衬衫呢还是视镜 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聚起来就一定要有一个故事 帮我们检查 每天拍摄都是要花多几千块因为有一个故事 新戏以洛杉矶作为背景 但是他们首先会在香港取景 要拍出外地的感觉 所以导演Mike Figures都说有点难度 本来是有难度 因为我们在香港找不了那么多棕榈树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了 我们山顶呢很多是那个tropical的植物 但是他们看他们想不想要去拍了 那么多棕榜树